边缘AI引领零售业数位转型,低成本、高效率的创新科技。 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CES2024在今年年初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, 首次出现专门展示边缘AI技术的展区,引起各界的广泛讨论。 边缘AI技术正逐渐受到零售业的重视, 这种嵌入式AI技术不仅能大幅降低能耗,还能够实现更精准的行销。 边缘AI,低成本、高效率的科技。 边缘AI是一种将AI算法直接嵌入智慧型手机、相机等设备中的技术, 它不依赖云端数据中心,能够在设备内进行运算和处理。 相较于云端AI,边缘AI不仅能降低通讯成本, 还能解决数据传输延迟问题,提高效率。 零售业中的边缘AI技术, 零售业者正积极引入边缘AI技术,以改善数位转型。 数位招牌已成为超市、药局、便利商店等店家常见的设施, 通常采用云端AI系统。 然而,越来越多品牌开始配备AI相机的数位招牌, 这些设备能辨识消费者特征并推播不同内容, 实现更精准的行销。 零售业导入边缘,AI带来了诸多好处。 首先,边缘AI保护个人隐私, 无需将可识别的个人信息发送到外部云端伺服器。 其次,边缘AI减少了通讯成本,降低了数据传输量。 此外,边缘AI在设备内进行处理, 能避免数据延迟,提高时实现。 闸晃药局的边缘AI应用。 日本的闸晃药装连锁药局引入边缘AI, 相机识别来电客户的特征。 分析数据以优化商品陈列和库存管理。 此外,药局还将数据与销售数据联动, 进行更精准的行销决策。 透过AI相机, 闸晃药局实现了及时分析, 根据客户属性和当时情况在数位招牌上推送广告, 提高销售转换率。 这种技术的应用, 为零售业带来了新的行销模式和收入来源。 系边缘AI的未来挑战, 尽管边缘AI为零售业带来诸多优势, 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 例如,资料分析管理和平台整合问题需要解决。 此外,不同店铺的环境和设备可能影响AI相机的准确性。 因此,供应商需要针对每家店铺制定个性化的解决方案。 随着技术的进步, 边缘AI将持续在零售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 并为业者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。